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 ام明师兄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你好 还有两位青火团 彭桂甄师姐 江明师兄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秋秋荣师姐 李师兄好 全球大爱观众好 大家好 三人形必有我师 今天我要最感恩的是 这位許多人生命中的老师 因为他的故事 值得我们来学习 警惕跟效法 咱们的玉教师姐 今年57岁 当她29岁的时候 先生出海捕鱼 一去不返 因为跌落大海 至今还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当时小孩一个六岁 一个七岁 你就知道她的压力有多大 她为了抚养两个小孩长大 拼命地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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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向前来看 但是现在孩子大了 她应该好好地休息舒服了 不过她一二三四五照样工作 六日欢喜投入来做志工 而且六日做的志工勤务的内容 跟平常工作一样的繁重辛苦 为什么她要这么努力地生活 这么欢喜地做志工 她说因为感恩慈悸 让她懂得转念 懂得忏悔 让她迎向阳光 来看玉教师姐在慈悸 脱胎换骨的故事 走进寺庙前程一拜 彭玉教看着先生排位 时间拉回了二十六年前 失去先生的那一刻 当初她通知的时候 她说你先生出事了 我说那时候也不会哭 都不会哭 都傻傻地把电话都放掉 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婆婆 也说什么事 为什么也不会大声叫什么 都没有一点反应 只知道所以电话响 那时候我婆婆在家里 为了让家里有更好的生活 另一半高传顺 第一次做远洋船员 却意外落海往生 而出事后半个月 商船公司才通知彭玉教 我一直都没办法接受 三年以后 我才慢慢有没有 接受这个事实 不然我也是没办法接受事实 以前都是以内洗面 擦干眼泪依旧要往前走 彭玉教为了两个孩子 长达十五年的时间 脑中想得只有赚钱 人生毫无目标 是儿子带他来这里之后 才有了转变 我觉得很宁静 很静 很庄严 我觉得说很少看到 有人在店里 店里大部分都是很喧哗 很大声啊什么的 然后进来觉得好庄严的样子 很宁静 学习释放卢耿在喉的情绪 曾在医院担任清洁人员的彭玉教 在宁静的书香中 开启了想做志工的想法 趁能自由说话走动的时候 感慨多做利益人权 宣扬佛法和导人向善的事 因为那时候也是有在医院上班 因为那有在医院上班 因为看到很多的生死 在生病中 然后想做事也没办法做 所以说就躺在那边 他就说你们可以做真好啊 也让我出镜的时候 因为我哥哥姐姐一直往生 然后他就说 那我现在不用 我等待何时才来用 重新审视人生 重新立定方向 彭玉教心开意解 最开心的莫过于他的女儿高思婷 今天彭玉教特别抽空来新竹 看从事美法工作的女儿 嗨 改变就是比较没那么在乎钱 以前是被钱追着跑 他现在参加慈祭之后 反而比较有笑容了 以前是都从没哭言 有啊 上回你讲的 舒服啊 把一天的那个心脑 就好像解除掉了 很少到外面弄过头发 妈妈就是坚强吧 然后就是认命 妈妈很认命 他可能比较需要钱 因为一个人养两个小孩妈 钱可能比较需要 就是一直赚钱 钱都不够用 所以他就嫌不下来 假如你每个都那么好也不错 然后我再会 你不在替别人养老公 从嫌不下来 到愿意乖乖的让女儿垂整头发 彭玉娇领悟 人生没有所有权 只有使用权 现在和女儿相处 是他最实在的幸福 当这辈子我们跟一些人成为眷属之后 那个关系一辈子都无法抹灭的 他是你永远的女儿 对 而先生也是你永远的先生 而先生也是你公公婆婆永远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当二十多年前 你的老公出海捕鱼 跌落海 找不到尸体 一去不复返之后 你们的关系一直存在 但是你的念头如果不改 你就每天在那边期待先生回来 对不对 公公婆婆也会觉得说 儿子为什么出海捕鱼 特别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对不对 对 听说是瞒着他 第一次出海捕鱼就出事了 所以那时候公公婆婆跟你的互动 是不是很紧张 蛮紧张的 就认为说 也认为说 他儿子为什么会自己走船 去捕鱼去 我又瞒着他 你帮忙隐瞒就对了 对 所以你心里很难过 对 那你的公公婆婆也很难过 对不对 他们曾经误解你吗 有 有误解我 那你没跟他解释 牙口吃饭也讲不出要解释的地方 我会认为说 儿子是女生的 你都讲不多了 我怎么讲都动他 你是心里这么想还是开口这样顶他 我心里在想 刚开始我不会顶嘴 我讲久了就会顶 心里翻的时候就会顶嘴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婆媳或是公公跟媳妇的关系不太好了 对 也是一百亿元的 好 那你怎么修复你跟你公公婆婆的之前结的二元 因为你顶嘴了吗 怎么修复 这也有进来吃剧之后 有听上人的话说 因为先生是婆婆生的 也是他儿子 但难怪他也会对我不谅解 因为我又是用隐瞒的方式 所以说也慢慢听上人的法过后 就认为说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 所以说他生病过后我都会回去照顾他 你回去照顾你生病的公公婆婆 我婆婆 那如果你没有在持续学会转念 学会孝顺要及时的话 你可能 比较难一点 心里不自愿 所以你心甘情愿了 对 你要替你先生好好来孝顺他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因为这是你们结的缘 那当他们两位往生了 你也没有遗憾 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认为说我有做到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刚才开张有讲 师姐现在一二三四五 有在上班 六日她在做慈祭 而她的志工勤务 不是从礼拜六开始 她从礼拜五下班之后 就开始投入了 怎么说呢 看影片来 我大部分夏天都比较晚回来 因为夏天做得比较晚 夏天我大部分有时候九点多才回来睡觉而已 是什么原因 让彭玉娇每个周末都会睡在这间顶楼加盖 窗户打不开的房间里 里头没有卫浴设备 只有一张空床 大型活动都要回来开会 开会完就九点半了 去到人家家里 人家又早睡啊 所以她每次都七八点就睡觉 所以我想说 这样也不是办法 这样一直炒到人家也不是办法 成租这个离慈济苗栗联络处走路不到五分钟的小房间 只为了方便做志工 问彭玉娇会不会觉得辛苦 她说不会 只要好睡 心情保持轻松愉快 就万事OK 因为心情不对的话 你做什么都累啊 我觉得这样歌草以欢喜心中 歌开来她赶快长出新鸭 那也是很欢喜的事情 所以说 以心情来做事的话 应该还OK的 就是像我们的心地一样 我们这样割草的话 割开来就心开了 那我们用处理事情也是 我们心放松一点 心放开一点 就是什么都是完美的 都是快乐的事情 心情快乐 不怕头顶着炽热太阳 彭玉娇割完草 又在田里肯地种花生 看待事情的角度 在做制工后 也变得和眼前的这片土地 一样的开阔 跟前面有种吗 有啊 全部种的 这个是防虫 防卫那个有虫 杀菌啊 刚好原期有这个的话 就拿来使用 非常感恩他 因为这个真的是做这样子 晒太阳的工作 其实真的是 没有几个人有办法适应 因为现在的人 就是他们上班 就是在房子里面的 都缺着冷静 没有像以前农业社会 大家都是在太阳底下工作 不再为钱而忙 每周两天半 在慈禁苗栗联络处的园区种植蔬菜 彭玉娇对待这片土地的热情 是及时绑着护腰也要做 问题都痛到哪会啊 痛一痛就好了 越做越勇啊 我们还能理的可以当超人 有时候又想说 后面没有人开垫 还是要有人开垫 像花脸的师傅 他都要开垫 何况我们有那么快的 那么大块的福建在这里 没有根也是太可惜 他们有时候做 做到六七点 很晚 就是看 做到看不到人 他才会回去就来 以前妈妈 如果说不踏实 现在过来这边 就是说 我做有意义的事情 奴隶耕耘之后的踏实感 是以往的生活 没有过的感受 彭玉娇不只 努力开垫这片土地 也辟出了心中的 美满人生 他说从中获得的感动 是再多金钱 也买不到的 我们的人就要收好 我个人觉得 这个玉娇师姐 真的是了不起 因为她吃苦了苦 苦尽甘来 对不对 如果你是想福了福 那就福尽悲来 我们上半段知道她 过去的她是辛苦 因为先生出海就没再回来 而现在你不要看晚年 她在农园里面认真在做事 她身体其实不好 腰不好 眼睛也不好 眼睛这几年 中风 一边视力0.5 哪边0.5 周延0.5 右延呢 你看这没办法矫正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她还是这样拼命地做 做志工做慈悸 他一二三四五做什么 在竹南科学园区 背着那个吹叶机 就是我们看路边 人家在招式好吗 很重的那个东西 然后末末炮了 用那个那个气 把那个叶子吹到旁边去 然后要扫了 这种事情 他做的是这种属于出种 农艺 原艺的工作 对不对 那六日啊 礼拜五 他几点下班 四点 四点之后的生活 让我们邱隆师也帮他介绍一下 他四点下班之后 马上干嘛 一回到把衣服都没有放过 直接都到我们那个园区 后边农工的种植的地方去 有时候种肉生花 有时候除草 有时候又就发生 不等了 通通都在 没有说 他自己本身 有时候肚子饿 想想事情还没做完 他继续再做 做到天黑了才回来 这是非常非常的 不怨天不游 怨天不游人的精神 我看到了 觉得说值得我去学习 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腰痛也好 头痛也好 还有手 甚至手提不起来 他都继续地做下去 听说他很远痛 对 从来没有叫苦说 我现在我手很痛 我腰很痛 我不要去做 没有 照样做 下雨 把那个雨衣穿着 也在做 到了晚上 他还更奇怪的 把帽子戴起来 那边上边有一个灯 他就坐在那里做 跟我们的美联师节 还有这个贵真师节 都是一样 我请问一下 以前你为了小孩 为了家庭 拼命赚钱就算了 做慈祭志工没前领 不会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 对啊 这快乐是无法用言语讲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从小家里务农 听说六七八岁就要开始 做刚才看到这些农活 你都做过了 但是以前是父母的命令 没做不行 现在没人叫你做 你反而把握每一个时间 礼拜五四点下班 骑着摩托车 就来三十分车程之外的苗栗 圆区 开始做 做到天黑了 忘了吃饭了 晚上就睡到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方 没有空调 没有盥洗设施 没有窗户 就一张床 一大早几点又起床 礼拜六几点起床 我四点半起床 四点半起床 然后又摸黑的 又出去坐了 对不对 对 慧生 你们就又开始在 园区里面重逢 是啊 我常常笑说 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他也是最好的得力助手 因为他曾跟我分享过说 太晚认识实际了 太可惜了 不赶快好好把握 现在这个还能动 还有体力的这一段时间 好好来做 就是说太晚认识 此际 我们把前面布置的 赶快多做一些来补 懂 过去做不够 对呀 这次冠阱做来到 对呀 对呀 就是这样 然后他不仅布施 他的体力 布施他的时间 他其实也有经济的压力 但他懂 很懂得跟大家结缘 对 他很懂得布施 虽然他以前说 他常常说 他常常追着钱跑 对钱看得非常的重 不過那时候是因为 他单亲 然后有两个小孩 要补养 有经济上的压力 那虽然现在经济上的话 还是 还是算 还有一点点的那个 因为他还是需要自力更生 可是他已经能懂得 能转念 能懂得说 要来布施 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要来结善缘 虽然布施的额度不是很大 不过他有这一份心 他愿意去布施 去结好缘 比如说像我们做相机的时候 他就会掏 要不要去买一些菜来 煮来给大家结好缘 活动的时候 他就会来 他说不多 然后就是一点点 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宫的海里面 一起跟大家结好缘 甚至像我们做农耕的部分 我们会种一些农作物 像种花生 种一些菜 都需要种子 他也会有时候也会拿 拿一点给我说 我们一起就是把它倒 倒一个树 树字 就来去买一些种子来打拨 所以如贵真是也讲的 你相见恨晚 觉得太晚认识慈悸 对啊 所以要赶快补起来 对啊 对不对 趁能做的时候尽力 那你身体不舒服 对啊 忍一下就好了 痛快痛快 是不是 对啊 好 痛快痛快 当然我们欢喜讲 但是看在女儿的眼中 她怎么祝福妈妈呢 我们来听听看 妈咪 我知道你很辛苦 然后 你就放心地去做慈祭吧 然后你开心就好了 就是要注意防晒 虽然没有办法每天陪在你身边 可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保养身体 骑摩托车不要骑太快 因为你眼睛不好 然后不要那个太固执 有时候累的时候要休息一下 我们跟哥哥 你不用太担心 我们都被照顾得很好 你就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这大概是我看过 儿女表白 速度讲得最慢的 因为她 一字一句都要讲得清楚 那妈妈听得进去 妈妈记得要防晒 妈妈记得不要骑太快 因为你眼睛不好 妈妈记得不要太固执 对不对 对 虽然跟慈祭相遇的 晚了点 但是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燒 你不是说叫你多少做 因为多少就没完 但是你不要做得太过头 太疼 那就麻烦了 不要 睡着就好了 好啦 今天赶快还有一些人要感恩一下 师姐 在水灿的这个 入境障的时候 她发入忏悔 她懂得因缘果报 所以她赶快要化解恶元 劫善元 她在那一年入境障之前出了车祸 很严重 说实话 法清来关怀你 来医院关怀你 陪伴你 听说让你儿子感动到了 跟你的关系一百八十度大逆转 对啊 他要感恩的就是留美联事件 我在这里也要感恩留美联事件的陪伴 也有这样的照顾我 煮给我吃 喂我吃 还要帮我饭洗的衣服拿来洗 真的感恩他 没有他我真的不行 听说出院之后还去他家住了好一阵子是不是 留美联事件 感恩美联事件 就是看到这么多的跟你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法清们 去关怀你 让你儿子觉得说你做慈祭真的是值得 要不然你以前都拼命赚钱 他也会觉得你跟他跟妈妈的相处关系变少 对不对 他现在在澳洲游学打工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我也愿我的儿子能够进来慈祭 那大家庭 我有介绍那边的慈亲的会长能够接引他来 又身边的人比较难接引 只好旁人来帮忙借引他 能够能够进来慈祭大家庭 好 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慈 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 你现在已经踏上了慈祭的菩萨道了 步步踏实慢慢地走 没关系 有时候小跑步也ok 但是不要跑 冲百米 那个就体力耗尽了 一切都完了 希望玉教老师姐的故事 让我们懂得转念 因为心电一转 天梯就无限宽了 也希望透过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睡疗房比睡病房好 身体健康应该好好把握 祝福三位 祝福祝福祝福 您好 az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